热乎乎拉麵上桌 主打每日熬煮的豚骨汤头 来自日本东京池袋的豚鲸拉麵 全台有9间分店 明明今年2月才涨过价 没想到如今又变贵 确实会吃的频率会变低 不会想花那么多钱去吃拉麵 不能接受也得接受 因为就是这个通膨嘛 一年涨了两次 有民众更直言 难道是日币当台币卖 看看超值东京豚骨拉麵 2月才从295元变成325元 如今又涨到360元 鱼豚叉烧拉麵则贵了45元 逼近400元大关 超值豪华为增拉麵 更一举飙涨55元 每晚要价455元 平均拉麵类都贵了30元以上 虽然总公司没有回应涨价原因 但店员低调表示 因为原物料变贵不得不喊涨 然而撑不住的不止这一家 在捷运中山站差旗 全台有5间分店 面屋五藏近期每晚平均涨10到20元 最贵的太刀拉麵 一碗要价370元 另外面屋基金则平均每晚涨20元 最贵一碗来到330元 评价连锁酒汤屋则宣布 春节后预计每晚涨5元 最贵一碗190元 而其他来台开店的日本拉麵业者 也坦言成本实在涨太多 猪肉还有蛋 蔬菜 那面粉平均变多两成了 店家没根涨只能成本自己吞 不过其他名店纷纷决定调整价格 涛客翔姐嘴馋 荷包只能大缩水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